美国这一神器试射,性能超群,由于故障忍痛子。 日前,据媒体报道,美国的SpaceX公司的重型猎鹰运载火箭试射成功。 作为SX公司最先进的运载火箭,其搭载了一辆特斯拉型电动跑车进入太空,可见其运载能力相当强悍。 据消息人士透露,这一跑车将会进入火星轨道,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抵达其他星球的车辆。 但是这次发射其实并不是十全十美,其中重要的推进器回收部分出了问题。 重型猎鹰运载火箭拥有三个推进器,全部都可以在使用后进行回收。 同时这些推进器使用了无污染的清洁燃料,即使回收失败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。 但是由于增加了可回收部分,使得推进器的价格有了不小的增长,每次回收失败都是不小的损失。 这次发射的推进器中,两个成功的平台上回收,但是最大的中心推进器却回收失败。 这上面搭载由美国最新研发的重型火箭发动机,一旦落入其他国家境内,对于美国的科研保密来说将会是不小的损害。 为此,美国海军清朝出动,去搜索这具失踪的推进器。 最终,美国人在海上找到了这具推进器,其主体部分依然完好,经过修复依然可以再次使用。 但是由于保密需要,和美国海军实在没有可以运载它回本土的办法,在和SX公司协商后,美国海军最终催了这具推进器,以防落入其他国家手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